第3世多结羌佛办公室第28号公告 最近一段时间办公室不断接到请求 说他们已经给义云高大师国际文化基金会 做了多少钱的捐款 希望办公室能够安排时间 他们好接受第3世多结羌佛的换顶传法 办公室接到这类请求第3世多结羌佛传法的信 实在感到一口雾水 这是怎么一回事 这些人难道没有看到义云高大师国际文化基金会负责人 接受记者访谈的内容吗 还没有弄清楚第3世多结羌佛办公室 和义云高大师国际文化基金会的关系吗 这些人的观点是一种非常错误的知见 为此办公室特公告大家 第一 义云高大师国际文化基金会 虽然用第3世多结羌佛的名字 义云高大师作为机构的名称 但是与第3世多结羌佛和第3世多结羌佛办公室 没有任何隶属关系 据我们了解他们为募款所请的是另外的圣德 但由于第3世多结羌佛和我办公室不参与他们的活动 因此无权发言 也不会为了发言而造成参与他们活动的事实 第二 义云高大师国际文化基金会成立十多年来 在宣传第3世多结羌佛的成就 弘扬第3世多结羌佛的哲学文化 提升整个社会的文理道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做出了杰出的奉献 第3世多结羌佛说 这些都是他们的功德之举 是应该赞叹的 但是以捐赠多少钱来决定其享受什么等级的佛法 福报 这是不符合众生根弃福报缘起的 众生平等 一切众生均有学佛修行的权利和缘起 而不是以捐的钱多钱少来做定取 如果少数有钱的富豪才能学法 那众多贫穷的人就不能学法吗 要明白 真正的佛法是无私无价的 没有买卖性质 不是买门票进去就可以学 如果以高价买高法 低价买低法 这与社会上定价卖门票扛法的那些法王 佛佛有什么差别呢 则还有善恶根弃之分吗 如果那样一个恶行坏人拿多点钱就能学法吗 佛教可以众生的平等性在哪里呢 基金会他们虽然请了大的传法 但是我反感这样符合善根因果的行为 这不是录取传法的标准 传法的标准应该是哪一位佛弟子诸恶莫作众善奉行 善根成熟就是法器 因此类于为义云高大师国际文化基金会捐钱的善性能 你们的学法应与基金会联络 他们请什么人传法我不参与 我不会因为你们来信要求说 专政基金会的钱多就为你们传大法 也许有人会问 那捐钱做好事反而学不到佛法吗 不是这样 你们捐赠做好事是功德的 至于学法要等你们与我的法源成熟符合缘起善根者 我一定会为你们谈法 我不会收你们的供养 更不会卖门票讲法 我是第三世多解枪佛 是你们的服务员 但却不会为违背因果的言行我们去背书 第三世多解枪佛办公室 2012年6月28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